医生,我的状况可以自然生产吗? 因为我很怕要痛很久,又生不出来,倒不如干脆看个日子,直接剖腹生,比较不用受苦。 以你这几次的产检结果来看,应该是可以自然生产的。 而且经由定期的产检,和一些产照的了解,还有事前的准备,是可以安心等待宝宝的出生的。 可是,我真的很怕痛,剖腹生长,麻醉下去就不会痛了。 一般而言,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状况,必须改剖腹生产,不然我们都是建议妈妈要采自然生产的。 自然产的宝宝,比较不会有呼吸窘迫的情形。 而且自然产的妈妈,产后恢复比较快,比较不会痛。 宝宝宝的照顾,也优于剖腹产。 剖腹产对母亲还有胎儿是有风险的。 像是出血比较多,伤口比较痛,恢复比较慢,伤疤也比较明显。 有的还会有麻醉过敏,常沾黏,泥尿道感染。 还有还有,妈妈如果在怀孕时,发生子宫破裂,或是前置胎盘, 合并植入性胎盘的机会也比较高。 生出来的宝宝,也比较容易会有呼吸窘迫,等肺部合并症的发生哦。 还有,要顺利生产,除了靠医师帮忙外, 孕妇事前也要努力把握三步三药的原则。 所谓三步就是,不喝人生茶,不把胎儿养太大,不做着不运动。 而三药就是,要产检,要练习生产和放松动作,要与胎儿多沟通。 这样一来,相信顺利生产的机会就更高了。 好吧,我就听医生您的建议,试试看自然生产吧。